曾光教你 怎跟老伴相处 我爱春花和秋月 也爱夏日和冬雪 以我三分两厘的经历 跟老伴怎相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下的 如果老伴 常常在你耳边闷闷闷闷 你当然觉得很烦 但你千万不要拼 一拼就没得收科 另外就是 如果他说你冬 你就跟他讲西 实行跟他玩擦开话题 又或者他一开始闷闷 你就借地一走开 避开这个风头火势 转头就没事了 同个老伴做了人世 几十年 常常眼对对 只能独眼独鼻 你 所以不用常常 称不离陀 功不离婆 给多些时间空间对方 正所谓 各自各精彩 少见了一定少了很多 不必要的拗叫 不是常常见 就会珍惜大家见面 就会珍惜大家见面 不是那些人为什么会说 小别性身分 其实 大家成长不同 性格不同 见解就会不同 加上他有他的习惯 你有你的习惯 有什么问题 喊完当没喊过就行 正所谓 床头打架床尾和 两夫妻没隔夜仇 的 夫妻相处之道 就是互相包容 是吗 是吗 大家 在这一年 发不发觉 那些老婆越老就越严谨 尤其在生活细节上 如果是这样 肯定是 not so good 不过你可以用关怀来代表严谨 这样就可以 将就一下他 这样的人的心情就会高兴好多了 所以 凡事都应该从正面去看 不要从负面去看 是不是 最后 我还有个杀着 就是 老婆永远是对的 我永远形低位 你照日出 老伴当同 什么火都没了 包你苦标万金油 万应万灵 男人老狗 什么都吞得了 是吗 I Cantonese 爱广东话 粤语保育及传承 如果觉得内容对看的 Subscribe